字幕 стать 9 字幕 πά稟 me word 食材上限度于smab me wor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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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語蝶和謀 但是是一個很軟缸的主婦 語蝶破壞了你是那些宅男女神 你怕不怕毀了宅男的心裏 宅男女神做了一段時間 悶悶的 就做主婦女神 你叫做主婦女神 主婦界的女神 主婦界的女神 主婦也是殺手 為什麼沒有主婦女神 但是其實我覺得在劇裏面 做一些平時不做的事是好玩的 是好玩的 所以當時拍Paris 其實寶寶來了雖然比較辛苦 但是其實也很開心 因為那些可以將平時那些發癲 因為說我又搞得好像踩漏抑鬱 噢 又罵人 發癲 打咬老公 是啊 其實拍這些角色很爽 是啊 然後有時候你不夠睡 有點醜 又可以對髮髮放出來 嗯 這些角色挺好的 都是這些角色 OK 那拍的時候會不會有什麼難度 很多難度 首先寶寶 寶寶也是最難拍的之一 我們這次還要有六個寶寶 為什麼有六個呢? 我想說 由我零歲 就是由剛剛出生的嬰兒 拍到一歲 就是整個過程 所以零至一歲的嬰兒本身都需要六個 嗯 每個嬰兒的脾氣 每個嬰兒的喜歡的東西都不同 嗯 是的 每個嬰兒都要去認識 和她摸熟她 這次你以為熟了 下次再見的時候 原來她已經大了 就是原來嬰兒大的速度是 我們拍到劇兩三個月 但是由第一天見和最後一天見 發覺又不會說話嬰兒會說話 又不會走的嬰兒便會走 就是這些這樣的角色 原來她在過程裡面 都看著她的成長 這也是一個挺有趣的東西 嗯 那你挑起你對嬰兒的渴望 對愛 對愛 哎呀 最初真的有的 最初會覺得 因為那個感覺是 因為我自己現實中 還沒有生嬰兒 但是拍的過程是 真的等於好像一個做了媽媽的責任 因為首先那兩個幾月 真的經常都對著她們 對呀 還有要代入的角色 要自己環水很多東西 或者投放很多東西 在那個嬰兒那裡 或者在那個角色那裡 然後有一刻 真的會覺得 原來我第一次生了嬰兒 我不是還是會這樣 就是會有一刻這樣想的 我會害怕的 就是哇 如果生了嬰兒自己就會變成這樣了 嗯 但是可能我有這個意識 就是當我有這樣的意識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 我是不會讓自己這樣 就是現實中 當然 就是戲劇上 我發現自己有這個 這個東西 那我現實生活中 應該我會提醒自己 我不可以變成一個 黃臉婆 哈哈 就是如果現實生活中有的話 我們會不會再把這個 nich試做 是的 真的 但是 我會想讓你來 就是 你來